按照错时错峰 自愿原则 湖北各高校现居住境内毕业年级 含高职 本硕博和有科研任务的学生 从6月8日起开始分批有序返校 记者当天在武汉大学看到 学生在接受行李消毒 身份教验 健康码扫码核验 体温检测后 有序乘坐校车前往宿舍 针对未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的学生 学校在校门口现场采样 抗体检测当场出结果 就现在控制得这么好 而且防护松势也做得这么好 肯定不担心 楼上还是有一点的吧 以前这个时候 去年的时候吧 有别电力 有好多人在本部大班 搞那个别电力 今天就别电力就好像恐怕就没有了 明年应该不搬的话我还回来 我自己那个没有做抗体检测 然后就是学校也特别贴心地帮你安排了 然后我觉得其实 虽然是因为疫情没有办法 做一个像以前一样的毕业 但是你能够在即将离开学校的时候 感觉到这个学校 还有身边的同学老师们给你带来的帮助 我觉得这个事实上 我觉得还蛮感动的一件事情 根据要求 武汉大学同宿舍同一时间段 住宿人数不得超过两人 疫情期间 毕业生已在线完成论文答辩 此番返校主要是收拾行李 办理离校手续 不返校学生可委托他人代办离校手续 王丹妮离校前网购了一对耳环 时隔六个月回到宿舍再拆开快递 他称有种恍若隔世物是人非的感觉 一往五大里面人包括车都是很多的 就是特别有生机的样子 但是今天进来因为疫情管控嘛 所以其实人也非常少 然后车业比一往少了很多 然后宿舍里面也没有这么多同学 我很希望他能回到以前他最美丽的样子 在这个疫情之后会更加美丽 回到宿舍的周楚蒙一边收拾行李 一边忍不住哽咽 他告诉记者为弥补遗憾 武汉大学为每位毕业生准备了学位服 毕业文化衫 开展云毕业照等活动 策划线上毕业典礼 周楚蒙表示 他和同学们约定 用心保存学士服 学士帽将来有机会再补拍 刚回到学校会觉得很久没有见过了 然后一种陌生但是又很熟悉的感觉 你看到坐校车回来 看到每个院上面会贴着一些标语 就欢迎大家回来 然后祝大家毕业快乐 就很感动 然后也会非常舍不得 就因为很特殊 很多朋友们 一个班的同学 一个寝室的同学 都没办法在一起聚集 就连一张好好的毕业照 都没能拍好 所以还是觉得 非常遗憾 希望之后有机会的话 能够弥补一下 能够好好的跟大家道个别 当天中午 武汉大学风源餐厅内 学生接受扫码测温 手部消毒后进入食堂 记者看到 就餐以盒饭为主 学生一人一桌 同像就餐 一家中的时候就很一般 今天的感觉还挺好吃的 因为太久不迟到了 也有可能是吧 就加了一点 情怀加分 其实我刚刚也拍了照片 发给了我的室友 发给我爸妈 然后就到时候说 你看我们的饭 还是很好 因为我妈 在之前她老是担心 我吃不上饭 她老是担心 然后我就给她发照片 就说你看吃的还是挺好的 据悉 湖北省高校非毕业 年纪学生返校时间 根据疫情防控情况综合研判 另行通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